好,谢谢。 那这里大概只有少数的比较熟悉的面孔。 大部分的人大概还没有听过我讲,是吗? 有听过我讲的? 哇,还有几个?很好。 我今天准备了大概150张的彩图, 但是时间并不是很多, 因为我习惯在中国大陆讲, 他们要我一讲就三个小时了。 而且你从这个图片就可以知道我是搞什么的。 今天的题目不是这个, 创造或进化。 我今天要讲的是创造论与进化论。 为什么这么讲究这个题目呢? 大家想一想,创造或进化与创造与进化是有没有不一样? 是不一样。 我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些的这个材料。 这个免费可以拿到的, 这个是美国东部这个使者, 使者协会。 你跟他们联系可以免费拿到这些两个DVD。 另外是美国这个教育电台播放的两个节目。 这个第一个揭开生命的奥秘。 另外这个新的这个Darwin's Dilemma。 这两个我都翻译, 都是我翻译的。 但是Darwin's Dilemma呢, 目前还没有中文版的。 另外呢, 有些基本的参考书。 审判达尔文, 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中国也可以找到这些书的。 这个Darwin's Black Box, 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呢, 是叫Darwin的黑匣子。 这是台湾版的叫小人国的生物学。 是讲从细胞看到神的创造, 或者从这个生物化学的角度, 对Darwin的这个进化的机制做一个基本的挑战。 另外如果你要看一本书的话, 大概这本是最简单, 而且最实在。 它告诉我们课本交的错在哪里。 那无论是你自己有信息, 或者儿女在学校的话, 你要知道学校教的, 学校的课本错在哪里。 那另外呢, 就是这本是漫画式的。 里面都是漫画, 讲两个教授。 一个是相信进化论的, 一个是怀疑进化论的。 Darwin与此何观? 好, 那,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而且这个课题实在很大, 所以我呢, 要快快讲。 或者, 讲完之后, 或者有个时间我们可以讨论这样。 好, 所以, 请大家快快听。 今天讲的不是进化论或创造论。 因为这种的题目呢, 常常是一些辩论的手段。 我们常常在电视, 在报纸上也看了很多, 在学校也是用这样的手段。 但是, 在教会反对的人呢, 也是常常用这样的手段。 我是认为不太好的。 因为在辩论的时候, 你要赢的话, 你怎么做呢? 首先, 假设这两个题目是不可两立的。 那所以呢, 这个, 把这个问题极端化了之后呢, 你不是创造, 那就是进化。 所以你必须做一个选择。 而且在辩论的时候, 你把对方就是丑化, 把这个建立成一个稻草人。 然后呢, 你很容易把它打倒。 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 今天不是在用这样的这个手段。 我们是比较客观的讨论, 讨论一下, 到底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 其实呢, 除了那个绝对无神的人之外, 我去用这样的说法。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 是进化论者。 为什么呢? 现在来说, 这个进化这个词在这个中外, 已经广泛应用到, 它最常见的定义。 如果你去查中原英文字典的话, 它是Change with Time, 就叫Evolution。 就是随时间而改变的, 就叫进化。 那我, 世界上啥东西都在改变吗? 圣经告诉我们, 什么都在改变。 像外衣渐渐变旧, 是吧? 那说起, 如果是用这样土变的, 这个所谓的进化的定义的话,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进化论者。 当然创造的不一样, 因为, 如果你是一个绝对无神论者, 你不可能去接受创造, 对不对? 但是, 世界上任何有神论者, 甚至怀疑论者, 他都可以接受某一种的进, 创造,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是极端的。 这个, 那我们要看看这个, 到底怎么去分析才比较适合。 另外呢, 这个问题常常成为很多人的困惑呢, 是因为这个进化论本身, 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科学的理论了。 他进化论可以在这个科学的层面去探讨, 但事实上, 一般的讨论包括了很大部分是哲学, 而且进化论在过去一个世纪它的成功, 它不是在科学上的成功, 它是在哲学上的成功。 所以在其他的这个领域里面, 也借用了就是所谓渐渐改变, 这种这个思维的方式, 这个讨论一些的问题。 那么这种思维方式, 像任何其他思维方式一样, 都可用的, 并不是不可用的, 而且可以达到相当的这个, 一些的成果的。 当然另外呢, 就是进化论也可以说是一种的神学。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有人用进化, 作为无神的理由的话, 那本身就是一个神学的结论, 是吗? 但是, 达尔文我看, 对这些问题基本的看法, 他比我们清楚。 因为, 在他出版了第一本书, 《物种起源》的时候, 他在白页上, 他就自己抄了培根, 这个哲学家的两句话。 他说, 我们要研读的, 是有两本书, 一本叫做The Word of God, 一本叫做The Word of God, 当时的人很清楚, Word of God当然是指圣经, 但The Word of God是指大自然, 是上帝创造大自然。 所以达尔文知道, 我们要读这两本书。 那这两本是不同的书, 一般我们可以说, 圣经是神特殊的启示, 大自然是普遍的启示。 那么这两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书, 当然我们应该是用不同的方式去研读, 对不对? 但是这两本书如果是同一个作者的话, 那在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冲突的, 不可能冲突的。 所以我们看看, 现在启示如果是像达尔文所理解的, 是有圣经跟大自然, 这两种不同的启示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两本书呢? 简单的说, 圣经是用神学, 那大自然呢, 现在最成功的是用西方的现代科学去解读大自然,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毛病, 就是现代的人, 无论是还没有信主的, 甚至是基督徒, 去读圣经呢, 是用二十一世纪科学的眼光去读圣经。 如果我们有一本诗歌本, 我们是用科学的眼光去读这个诗歌本的话, 就读错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到博物馆去看一幅油画, 那你甚至用科学的眼光去看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领受到这个作者要给你传达的信息, 对不对? 而且最常见的错目呢, 就是用科学去解读圣经, 这是最糟糕的。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 所以明明有科学, 也有医学, 也有历史, 但圣经不是科学书, 不是历史书, 也不是医学书, 是吗? 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 那我最怕有人请我去做科学证道, 那我的说法呢, 如果是这个道是要去科学去证的话, 这个就不是道。 科学可以证的, 就不是道。 所以当然听到有人说科学创造论的话, 我总觉得很不自然。 用科学去讲创造论, 因为科学它是研究物之理,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说这是格物之之, 科学的范围是在物质的世界, 那超越物质世界的东西就不是科学的领域, 所以要用科学证明有上帝, 那这个命题本来就错了。 上帝如果是能够证明的, 那它本身就不是上帝了。 但是相反的, 科学跟神学呢, 是可以做一些的参考跟对比的。 那么而且我认为, 从科学看的事物, 跟神学看的事物, 如果做对比呢, 就好像双统的望远镜, 那么我们可能对一些事物看的更清楚。 所以目前的这个问题呢, 常常是科学, 神学, 哲学, 跟基督信仰呢, 都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都搞不清楚。 而且这些不同的领域, 它不是平行的关系。 我在中国大陆就发现, 最常见的, 就算他们知道科学与哲学神学是不同的领域之外, 他们都把它放在一个平面上。 但是我, 而且西方的看法是, 比较认为科学, 哲学, 神学呢, 是在不同的层次。 有人是用不同的神学去看创造, 去看圣经。 比如说, 常见的就是地球年轻论, 在教会里面也常见的。 在中国, 因为他的世界观, 他的哲学的背景不一样。 他从维吾的哲学角度去出发的话, 他看的科学也是不一样。 这个礼拜我们开学了, 我们再给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上第一个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我们要大胆假设, 对不对? 但是你的假设是完全受你世界观的影响。 所以你假设错误的话, 你得到的答案大概也不会很正确了。 那我们看看美国现在这个社会的情况, 一百年来不断的调查表明, 美国人民大概只有百分之九是争论无神, 他自称无神论者, 其他大概百分之九十是有神的。 但是有神论者当中, 大概是一半是认为上帝是直接创造人类的, 万物的。 但是也有一半认为神是可以用进化的方式, 创造生命创造人类。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 就是给我们看看现在西方的讨论的情况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些进化论好像是受到很多人的支持。 我觉得很有趣的, 最近这几年在美国鼓吹进化论, 推起广进化论, 最得力的是两位大师。 但是他们也很喜欢谈科学与宗教的问题。 所以这个表示, 进化论与基督教, 它还是有一些搞不清楚的地方。 至少基督徒是在书想上有选择的, 当然, 无神论者除了进化论, 你还有什么选择呢? 如果孩子问老爸, 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一个无神论者, 你除了说我们进化来之外, 你还有什么? 没有。 在教内却不一样, 其实最常见的是三种不同的说法。 这本书创造与进化的三面观。 这是香港学员团匹特别邀请我, 给我们组织一些弟兄姐妹给他翻译的。 这本书在美国比较少, 因为是香港出版的。 我之前特意带了一本来,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借给你们看, 或者是你们知道在哪里去找这本。 不再独白求对话。 因为在教内, 我们自己常常也碰到这些的问题。 有一位同工征的弟兄, 我们在搞文字工作的,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提起地球年龄的问题。 他是相信地球只有六千到一万年。 那我说, 我现在已经看了很少有这种, 在学术界很少这样的人了。 而且据我知道, 无论香港, 台湾, 美国的神志院, 也很少教地球年轻论。 他听了很不高兴, 后来他就, 最后就有一些意见这样。 那无论如何, 就是我们在教内, 也是有一些分歧的。 不过其实这个是小事情。 有一位弟兄曾经说, 当我们将来上天堂, 在天堂门口的时候, 天使会不会问我, 你相信地球是一万年的, 还是四十五亿年的。 大概天使不会问我们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是, 所以当我们讨论一些科学问题的时候, 这个是跟对还没信主的人, 是会变成一个绊脚石。 那现在我简单举两个例子。 这个美国现在进化大师当中最有名的, 第一个我认为是Francisco Ayala, 他在我的母校在Irvine当教授。 他过去是美国AAAAS的会长, 就是那个出版Science那个协会。 那他可以说是进化论权威了, 他专门是用分子方法去研究进化的。 如果他最后讲了一句话, 这个分子中文, 如果有同行人, 我就加一句, 分子中文是, does not work。 那无论如何, 他是一个西班牙来的移民, 但是他过去是天主教的神父, 可以算是一个神学家。 那他现在到处去演讲, 宣传进化论。 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那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也有机会, 特别在香港碰到他在那里做的演讲, 我一起听他。 他鼓吹进化论, 拿出什么理由? 这个知识进化论呢? 他最好的理由就是, 细菌经过了抗生素的处理之后, 会有抗药性。 但是当时的香港的这些大学教授, 给他反应非常的激烈。 细菌经过了抗生素处理了, 虽然是有抗药性, 是不错, 但是有没有进化呢? 有没有进化成啥东西出来呢? 他还是那个细菌。 所以, 连这种进化大师现在拿出的证据也是很可笑的。 无论如何, 他却说了一些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他说, 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与宗教相似的。 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与宗教, 但是西方人讲的宗教主要是讲基督教。 进化并非不可能, 这是两个negative。 并非不可能受上帝的指引。 那么简单的说, 就是上帝可以用进化的手段指引他进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就是说, 有进化也不能否定上帝。 同意吗? 就算有进化, 你就能够把这个用来做否定上帝的理由吗? 不可能。 而且, 我常常说, 我们基督德国都是进化论者。 我是故意这样开玩笑的。 但是也不是完全错的。 为什么呢? 我们都相信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 是吧? 那亚当夏娃呢, 我们虽然从圣经看, 不知道他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 但我认为他可能是黄种人。 你知道吗? 所以亚当夏娃的后代到了北欧变成白的, 到了南非的变成黑的, 我们到了中国的黄虫。 但是,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更贴近黄虫。 但是这个是, 如果要从进化的角度来说, 这个就是进化了。 对不对? 但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说, 这是上帝创造的完美。 为什么呢? 因为亚当夏娃的后代, 无论到了什么环境, 他需要适合环境的时候, 他就能够最好的生存。 因为在北欧太阳少, 他必须要吸收更多的阳光, 能够制造维他命B等等。 是这样子才能够最健康。 所以这个, 因为如果你从进化的角度说, 你看人在进化, 但是从创造的角度, 你说上帝创造的多么精美。 所以就算有所谓进化, 也不能够否定是有上帝, 而且甚至可以作为, 这个看见上帝创造的高明之处。 阿亚老的新书里面他讲到, 科学与宗教的关怀是不同的知识, 领域的。 但是当专家的声言超越了合法的领域时, 才显得冲突。 在美国有一位得物理奖的, 这个诺白奖的叫Winder, 他常常是鼓吹的无神论。 但是你得到的是物理奖, 你在神学上有什么资格要说无神呢? 其实没有。 但是当然很多人利用他的这个地位去讲一些, 其实他并不一定是很权威的话。 那记者问阿亚老, 他说, 这个我们是在学校里面, 是不是应该不准讲科学? 特别是, 他是指这个上生物学课的时候。 在美国的学校是可以讲宗教的, 特别是在历史社会科学的课堂是完全可以讲。 但是美国因为是宗教分离, 那么在上生物学的时候呢, 是不能讲创造论。 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这是好事。 那我们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吧。 那无论如何, 他的回答是, 宗教虽然不是科学, 但是事实上呢, 科学是与宗教相容的。 他是天主教佛嘛。 所以在科学课中呢, 应该提出这个要点。 所以期盘的记者都很气。 他不久前呢, 在Irvine, 有无神论的这个学会呢, 请他做这个进化的演讲。 他也讲了类似的这些东西, 所以无神论的人也很气愤。 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 那第二个, 这个所谓进化大师, 至少名气很大的, 就是现在我们健康院的院长, Census Collins, 很多人关怀这些话题的, 也可能看过他的书, 叫Language of God, 上帝的语言。 那么, 他当然是以这个研究人类基因工程, 这个基因组工程有名, 出名了。 但是他呢, 也用他的这个地位呢, 现在也在推广计划论。 而且他自己创立了一个新的词, 叫BioLogos。 Bio当然是指生命。 Logos, 他的指是这个, 约翰夫一里讲的神的道。 他是要把进化, 与神的道要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神导进化论, 或者进化创造论的那种说法吧。 但是他却认为, 人类也是进化来的, 至少人的身体也是进化来的。 所以很多基督徒也很困惑, 所以也问我这些问题。 不过他这种的态度呢, 其实两面受敌, 教会对他有意见, 科学界, 甚至他要当健康医院长的时候, 科学界认为, 你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你有资格。 所以, 这个是相当麻烦的问题。 不论如何, 现在美国教育界也有一个好的趋势。 比如说, 德州, 还有, 还有, 还有其他, 那些州, 都渐渐有这样的规定。 德州的规定说, 中学生要, 批判和检验科学证据的面面观, 这主要是讲生物学方面的。 学生要分析, 能评估进化思想的证据, 特别提到, 关于动物, 植物是不是都有共同主圈, 初变到底能够变成什么样子出来, 自然选择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够进化成什么东西了。 那所以既然要分析评估的话, 其实这个进化论的面面观都要看, 所以支持与反对的理由都应该讨论。 那这个是一个好的趋势, 但是能够达到多少, 其实是很难说了。 好了, 那么Francis Collins给人, 特别是教会的人是一些很大的困惑, 其中的一点呢, 因为他是遗传学家嘛, 他把人跟原的这个染色体, 跟基因主做一些的对比。 当然他也, 他书里面也引用一些其他的证据了, 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医生, 他对进化论并不是很懂, 所以他也是超别人的东西了。 那他这个两条染色体的故事呢, 确实人困惑, 因为为什么呢, 人我们都是有四十六条染色体, 或者三十二十三对。 但是呢, 有的时候有的染色体呢, 他会连接在一起, 那这个叫做中心的融合。 其实这个现象也是相当普遍的, 千分之一的人, 所以在座可能我们也有一些人, 我们的染色体有黏在一起的。 那问题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的, 对我们健康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在动物里面也常见的, 特别是羊跟烈尸动物, 像老鼠这些。 因为他们这个染色体如果有黏性, 它黏在一起的话, 但是它的基因完全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只是染色体黏在一起, 那它所有基因的信息内容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草场上看了几千只羊, 它还可以和它的染色体数目都不一样, 但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嘛, 也没有进化, 对不对? 所以它所需要的信息, 基因的信息都是在那里, 只是不同的包装而已。 但是Currence呢, 先用这个作为它这个进化的理由了。 他说你看, 人是23对染色体的, 那原是有多了一对。 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它的说法呢, 人的第二号染色体是比较长的, 那原的12, 13是比较短的。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12跟13在原的身上结合起以后, 就变成人的第二条染色体的话, 那就可以证明人是从元后进化了。 那这个在其, 书来看来好像也有点道理,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在英文的说法, 它是consistent with, 在它的这个理论, 就是说, 没有跟它的理论是没有冲突的。 但这个不是一个证明。 为什么呢? 至少染色体有这个好像是相对性, 12,13上的这些染色体, 跟人的二号染色体有这个相对性。 但不一定是从这样来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那进化的这个解释是从元,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嘛。 就是说, 元跟人都有共同祖先, 祖先本来是48条染色体的, 后来融合了, 变成46条染色体之后呢, 一部分就进化成人, 一部分进化成这个元。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这样说, 但是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很简单的, 除了common design以外, common design, 共同设计, 或者共同的创作, 是一样可以解释的。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先有元, 先有古元, 先有现代元, 然后最后才有人,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是从进化来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说法。 但是上帝如果造了人之后, 他也是基于这个相似的模式造一个人的话, 这也是完全, 这是可以应用的一个解释。 所以, 很多的关于这个人与动物, 人与人相似这些问题, 其实不是一定要用电话去解释的。 那我常说, 我们在街上看到一部汽车, 我们知道这部是宝马, 这部是Toyota, 为什么? 因为同一个厂出来的, 对不对?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 我跟我弟弟是很相似的, 所以如果他今天站在这里的话, 你一看, 你知道我们是兄弟。 但是, 这个是同源的问题, 这个原因, 是吧?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像吗好像我的话, 他一定是我的兄弟吗? 也不一定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同源跟同设计, 都可以, 两方面都可以说的。 那, 关于我的逻辑上分析一下, 这个Collins的他这个说法, 圆与人, 我们本来就知道, 圆与人有相当的相似性,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发现, 圆与人的染色体, 数目不一样了。 所以呢, 这就证明这个情况。 这个逻辑, 你这样讲的话, 就很荒谬了, 对不对? 而且染色体, 无论数目有多少, 融合不融合, 他如果在基因信息都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你没有解决到进化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就算这个圆的, 祖先的染色体融合了, 但是他要变成人, 他还很大的一步,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其实没有, 他没有解决这个人进化的问题, 但是呢, 他使很多人发生困惑。 那么, 关于这个, 人与原的这个, 基因的这个对比呢, 过去有很多的说法, 其实是骗人的。 比如说, 我们以前大概听过, 人的原的基因, 是我说是基因, 当时是说基因, 是99%相似嘛, 有没有听过没有? 啊, 后来有人说, 百分之98, 97, 现在你知道吗? 因为有了基因主, 也就是他自己的功劳, 啊, 把人的基因读出来,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基因, 从头到尾都读出来。 啊, 但是我们其实发现这本是天书, 并不知道内容, 虽然这本书里面ABCD, 每一个字我们都懂, 但是它的整本书我们不懂, 不论如何现在已经, 为什么已经降到百分之七十呢? 啊, 是这样, 把所有人的基因, 啊, 主, 啊, 跟那个原的基因主拿出来一比, 对, 原来人的基因主比原大很多, 啊, 啊, 人就有, 有三十一个亿的字母, 原只有二十四亿, 啊, 那你还能讲百分之九十九相似吗? 就算它里面全部都是一样的话, 也是百分之七十几相似而已, 对不对? 啊, 啊, 那过去为什么是讲百分之九十九呢? 啊, 其实这种也是, 啊, 啊, 无知的辩论, 最早的时候, 人跟原的这个基因的相比呢, 啊, 它是把这个DNA, 啊, 啊, 这个加热以后, 它本来不是神, 你知道吗? 它会, 它会像麻花一样的会打开, 打开了, 如果你冷却了以后, 它能够卷在一起的话, 那你就说它相似, 所以人跟原的DNA, 是百分九十九是可以卷在一起的, 但并没有说明内容是相似的, 啊, 只是相能够卷, 那后来呢, 所谓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对比呢, 是在, 因为这个人的基因太大, 太长, 所以就这比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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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啊, 其实人跟原的基因已经, 啊, 相似已经低于百分七十了, 七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数字, 你知道吗? 我曾经说, 人的基因跟胡萝卜跟蚯蚓的基因, 都有很相似的, 你知道吗? 嗯? 所以百分之七十不够不一样, 这很大很大, 啊, 我曾经说一句话, 这个是叫很可怕的差异, 你知道吗? 呵呵, 啊, 好, 那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 其实我们以前没有找到而已, 所以这些很多是无知的电论, 因为我们自己无知, 啊, 那举一个例子, 在, 啊, 人跟圆的这个差别, 不在展示自己的数目, 还是在其中的信息, 比如说, 过去所谓的基因呢, 都是能够造蛋白的, 啊, 我们DNA, 我们才叫基因, 其他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啊, 过去进化论者说, 这些是叫Junk, 啊, 但是在这个所谓, 不能做蛋白的, 这些基因里面, 这个Junk里面, 却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现在渐渐发现了, 举一个例子, 啊, 就是MicroRNA, 那, 那MicroRNA呢, 是基因, 是DNA, 要做蛋白的时候, 要经过一个步骤, 啊, 是, 到这先做RNA, 那么, 其中有些RNA呢, 是很小的, 叫, 叫Micro, 那无论如何, 这些基因呢, 原来, 不能做蛋白, 过去认为是Junk, 现在才知道它, 现在是调控其他的基因的, 啊, 它可以一个小RNA, 可以调控十个到一百个, 啊, 不同的基因, 那重要不是重要, 肯定重要,啊, 那, 人跟原的这个, 这个, 像MicroRNA, 有没有分别, 有很大的分别,啊, 那, 所以, 啊, 人, 体, 跟这个,啊, 原体,啊, 在生物学上, 其实也有很大的分别了, 那,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 称为人为万物之灵, 那么, 这个灵呢, 我不是读古书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它准确的定义是什么, 至少最简单的解释, 人寿有别, 对不对, 是不是, 人寿有别,啊, 那么, 这个,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 人是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放的, 啊, 这个形象跟样式啊, 并不是五官跟他端正的问题啊, 这个因为他在圣经继续告诉我, 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啊, 啊, 神的形象是指我们有灵,啊, 啊, 那英文有一句话呢, 很好用的, 他说, You are a living soul with a body, 啊, 你是谁, 你是, 这个身体不是你, 对不对, 那我们不小心开车, 断了一只手一断了一只手, 那我还是我, 对不对,啊, 啊, 这个身体, 也可以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 我是谁,啊, 英文的说法, You are a living soul, 你活着灵才是你,啊, 啊, 那我们是暂时有这个身体,啊, 我从小就个子很矮, 我现在也不高,啊, 但是很羡慕人, 那个同班同学都长得很高大,啊, 啊, 那当然, 将来我们到天上, 啊, 高大, 不高大, 大概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啊, 啊, 啊, 这个, 我, 并不是我身材高大, 不高大的问题,啊, 啊, 那我们现在的身体,啊, 就是要, 要, 要脱掉的, 我们将来有耶稣复活的身体, 怎么样, 那, 那,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神学了, 啊, 我们也超过科学了, 为什么, 这些事情是科学不能处理的问题,啊, 啊, 好, 这个时间, 啊, 这个, 这个关系呢, 这个例子可能我要很快的说了, 啊, 我想至少我想把这些, 创造与进化的, 的思维方式跟他这个, 啊, 基本问题, 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啊, 好, 那么我们继续谈到这个, 啊, 这个, 这个Colins的话题了, 人, 啊, 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么其实科学有很多的,啊, 啊, 这个,啊, 所谓的证据了,啊, 那我们看看他科学到底讲什么, 那我这个, 我又可能要讲的更快了, 啊, 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这个, 啊, 你知道, 这个铜像是怎么来的吗? 我们是不是真知道, 这个北京人是这个样子呢? 那么到底有多少科学的证据, 使我们认为这个, 就是我们的祖先呢? 那简单的说, 从1920年代开始, 啊, 有两个老外, 啊, 欧洲人在中国开矿, 他们就找到一些所谓,啊, 啊, 这个化石,啊, 那其实在1926年的时候呢, 他们总共是找到了三颗人牙, 在周口店, 好吧, Human tooth, 不错啊, 不是北京人牙, 是啊, Human tooth, 但是, 在1926年的时候, 瑞典的太子, 这个, 访华, 所以在欢迎会上, 他们宣布说, 我们找到的是北京人, 所以, Picking Man是从这里来的, 那么这个图是怎么来的呢? 是, 当时在北京有一位美国的画家, 他画画的, 他听说, 你们中国人找到了, 呃, 祖先啊, 他就想, 中国人祖先当然是这样, 他是画了一幅很简单的铅笔的素描, 后来就演化成了这个铜像,啊, 那早年我去周口店的时候, 那这个铜像啊, 就放在那个博物馆的门口, 现在没有了,啊, 不知道无论如何, 这个我们, 我们的这个, 北京原来, 原来是从三颗人牙来的, 人牙,啊, 啊, 啊, 如果你去看的话, 去北京, 这个周口店去看的话,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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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历史, 历史发展的, 那最主要我给大家讲一下, 你走到这个山洞, 山洞底的话, 在左边有一个牌子,啊, 那么这个牌子告诉我们呢, 是在1929年的时候,啊, 他继续发现了一个叫北京原的头盖骨, 头盖就是最顶上这个圆的这一块,啊, 当时呢,嗯, 这个是裴文中发现的,啊, 那他是在这个十二月,啊, 这个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啊, 天已经黑了, 而且在山洞底下,啊, 啊, 他呢, 他一敲呢, 就把他敲破了,啊, 啊, 这个是西方的图片看的,啊, 他当时很懊恼啊, 给他敲破, 其实本来就是碎的, 那, 但是他第一句话, 他的印象, 他说,啊, 异常的后真不像人,啊, 但是他把这个东西报到北京最后呢, 很多人说真像人, 这都是, 就是我们祖先,啊, 啊, 那一九五一年的时候呢,啊, 啊, 就找到这五颗, 这个, 这是北京人人的牙, 嗯, 但是我在牙科大学,啊, 给教务长教授研究生做报告的时候, 他们一看都在笑, 他说真不像人, 嗯, 嗯, 那另外呢, 在这个,呃, 大的这个洞下, 上面呢, 一个叫山顶洞, 山顶洞呢, 找到了这个叫山顶洞人, 那我们中国人的课本呢, 就是说我们, 那中国人是从这个,呃, 北京人进化到山顶洞人, 然后从山顶洞人进化到人, 是吧, 是这样说的, 但是山顶洞人其实就是人, 而且是晚期的智人, 啊, 所以这句话当然是骗人的, 那如果是真的进化的话, 是应该从北京原人一跳就跳成人的,啊, 啊, 这个山顶洞人就是人,啊,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留下的工具啊, 还有这些大部分都是装饰品, 装饰品的意思就是说很有文化, 很有科技的,啊, 啊, 66年找到一个新的发现呢, 很麻烦, 因为在第三层是最顶上找到的, 啊, 但是, 找到的居然可以跟三四年, 三六年, 六六年, 啊, 在不同层位, 不同年代找到的, 合并起来, 刚刚好, 就是一个完整的头干,啊, 我们问这个, 这个管理员有什么解释, 什么没有解释, 这个其实比神机还要神,啊, 而且在最顶上一层找到的意思是什么, 人是他的祖先, 他不是人的祖先, 是吧, 啊, 另外, 北京人士是能够站起来走路呢, 课本都是说, 北京人士属于直立员嘛, 但是我认为不是, 很简单, 那个, 博物馆告诉我们, 如果站起来走路, 我们大腿骨一定是要, 要弯的, 啊, 所以我可以直立嘛, 这个大腿骨是这样弯的, 啊, 而且两个膝盖可以放在一起, 大猩猩是怎么走的, 啊, 嗯, 嗯, 好, 你看看, 左边这五条呢, 是我们找到的北京人的大腿骨, 右边是我们现代人的,啊, 现代人大腿骨是弯的, 是吗? 那北京人呢, 那北京人呢, 都是直的, 连这个最长的一个桃子最直, 是吗? 那我个人认为北京人不可能站起来走路, 如果不可能站起来走路的话, 如果, 大概不是我们的主线了,啊, 那现在呢, 除了这些, 这比较主观的, 值不值, 像不像之外呢, 啊, 我们有了更好的, 啊, 的资料了,啊, 中美合作, 把现在的, 亚洲人, 泰国人, 两件人, 啊, 中国少数民族都, 验了一下, 比较他的DNA, 啊, 这个是新华社的报道, 现在亚洲人类可能源于非洲, 啊, 的意思呢, 就是说, 亚洲地区呢, 不存在直立人到现代人的连续进化过程, 在亚洲没有人的进化, 啊, 虽然,啊, 这个, 发现了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和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原谋人化时, 但是他们与现代人没有直接的成细关系, 这些北京人, 原谋人跟我们没有直接的成细关系, 他还是我们祖先吗? 不是了, 嗯, 那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啊, 左边呢, 是代表现代, 非洲热带雨林还有一些,啊, 所谓的,啊, 员,啊, 啊, 那么, 我们人呢, 在科学上是叫做现代人,啊, 啊, 孔夫子,啊, 主耶稣基督也都是现代人,啊, 因为他的骨头跟我们一样, 但是这两,啊, 人跟原之间呢, 的确有一些的古原的化石,啊, 有的, 有的是很少, 比如说最下面的是一颗牙齿,啊, 那么, 最著名的叫Lucy,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怎么去看这些问题呢,啊,啊,啊, 首先要讲一讲这个, 这个跟人最接近的一个叫尼人,啊, 尼安德塔人或者尼安德特人,啊, 他是在欧洲,啊, 这个, 这个山洞里面找到有三万年前的骨头,啊, 是跟人的骨头是,啊, 嗯, 在同时代,啊, 但是有一次我看这个图看得笑起来, 因为为什么, 我发现左边那个, 语言从来没有祖先的, 你看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祖先, 而且你要去研究那个命名的很, 很麻烦, 因为在哪里找到的就叫, 用它那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北京附近找到的, 我们就叫北京人人,啊, 啊, 在海德布尔, 德国找到的, 在海德布尔人,啊, 那在, 那就很多很多这个名词, 其实,啊, 啊, 并不是那么复杂, 不过有古原, 这个也是事实,啊, 但是事实我们祖先呢,啊, 啊, 其实在科学上不能证明, 那条白线, 是我们自己的理念,啊, 啊, 把它连接起来而已, 对, 最多要说是一种假设, 或者是理论, 而且不同的这个科学家画法都不一样, 啊, 那这个有简化一点的话, 特别是把一些特别不像人的东西, 啊, 归为这个大猩猩的祖先的话呢, 那人的祖先就有,啊, 啊, 两类型的,啊, 啊, 一个就是叫直立园, 那这个叫工具园,啊, 啊, 那, 那我们看看, 现在最新的发现是怎么样,啊, 那, 一般的讨论呢, 都是从南方古园开始,啊, 啊, 这个Lucy就是其中的一个,啊, 啊, 那我们, 但是跟人最接近的就叫尼人,啊, 那么这里两个复古头呢, 大概都是三万年前的, 在欧洲山洞里面找到的, 这个尼人呢, 看的样子就很像人了, 对不对, 所以过去在讨论是不是真的这个人直接的祖先, 就是我们是不是直接从尼人进化来的, 那么, 那, 过去的都是看骨头, 骨头像不像, 那也不是不能得最好的结论, 现在有了DNA了, 从1997年多次做了DNA化验, 它主要是从骨髓或者牙齿里面找到的,啊, 简单的这个结论呢, 与人类的距离太远, 并没有传DNA给人的迹象, 嗯, 最近Science, 也有同样的相似式的报道, 如果它的DNA跟我们不一样的话, 那肯定不是我们的祖先了,啊, 嗯, 所以这个,啊, 这个, 尼人,啊, 已经大肯定可以说是不是我们的祖先,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 其他的这些, 如果其他的这些是, 如果进化的话, 那这叫三级跳,啊, 好, 那看看Lucy,啊, Lucy呢, 这个是指导的, 在导到两腹的骨头,啊, 那是,啊, 啊, 这个,嗯, 嗯, 却保存的比较好, 我们中国,啊, 在北京找到二十几个, 啊, 这个北京猿人的个体, 但是拿来去去都是头盖骨, 很奇怪,啊, 那无论如何,啊, 啊, 这个,这个, Lucy呢, 现在这个, 这个, 新的这个, 啊, 报道告诉我们, 他是不能直立的, 啊, 你,你,你, 你现在学会了一点, 他为什么不能直立呢? 你看看大腿骨就知道, 是吗? 是直的, OK, 那另外盘骨啊, 还还, 也可以,啊, 论如何, 他已经降为大猩猩的祖先, 你非人类的祖先, 所以, 那么另外一个跟Lucy, 是, 是很相同接近的一个,啊, 那么在报纸上呢, 说他almost human,啊, 那事实上, 科学家说这什么是什么呢? 他说更是黑猩猩, 那么下面这个图, 图表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看看, 嗯, 科学家在讲他, more a-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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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like, 不是说他像黑猩猩, 不像人, 但是为什么这个, 报纸的标题说almost human啊? 那这个, 我特别提出来是因为要给大家一个警告, 啊, 无论你这样来看报纸, 看电视, 我告诉你, 标题跟内容不一定是一致的, 内容跟结论是可以完全相反的, 你以后就, 你留心一下,啊, 啊, 所以看的这个东西, 啊, 不要只看标题跟这个结论, 你可能是完完全全受误导,啊, 啊, 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媒体的责任是教育你们性进化的, 虽然, 科学家告诉我们, 他不像人, 但是我们却要, 教育你们这些普通人说, 啊, 他是almost human, 而且这两个东西其实不是一般大的, 那个Lucy跟他那个小朋友, 啊, 只有三尺高而已, 啊, 所以Lucy就已经完蛋了, 啊, 那这个泥人也完蛋了, 不是我们主持人, 那剩下来就是工具员直立员的问题了, 啊, 工具员也叫巧员, 因为手, 手会做工具,啊, 啊, 那现在新发现是什么呢, 原来这个工具员跟直立员不是这个这个这个进化的关系,啊, 因为最早以为工具员活了进化成了直立员,啊, 啊, 但是现在发现这两个东西呢是同时存在的, 同时存在的意思呢, 他们最多是兄弟, 而不可能是祖先, 对不对, 啊, 那由, 成为兄弟之后这两个东西还有新的麻烦, 为什么呢, 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祖先让他脑子更大, 如果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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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要进化成人的话, 他的脑子应该是越来越大嘛, 对不对, 啊, 那我们不可能说这个工具员他脑子本来已经很大了, 进化成了直立员他脑子变小, 然后再进化成人人脑子又大了, 这个讲不通了, 是吧, 啊, 所以这两个东西呢, 第一是兄弟, 第二呢, 啊, 他们不可能是从脑子大, 进化成脑子小, 而且这个新发现的是谁, 谁可以告诉我们, 是李奇夫人啊, 啊, 李奇家族是很有名的在非洲找这个化石的, 啊, 无论如何, 啊, 这个, 啊, 又不是我们祖先了, 所以如果要说我们祖先的话, 现在剩下的最后一个, 啊, 这个就是能够, 啊, 用手做工具的, 啊, 啊, 那其实蚂蚁也会做工具, 你知道吗, 鸟也会做工具, 我们在加州有那个那个, 啊, 水塔也会做工具, 很多动物种都会做工具, 啊, 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那无论如何, 如果再说人是进化的话, 啊, 那是一级条, 啊, 那三级条四级条都不是达尔文的理论, 达尔文呢, 告诉我们进化是应该是怎么样的, 啊, 渐渐改变, 啊, 那所以从一个种到另外一个种, 啊, 都要千万个, 这个不小的步伐, 才能够从一个种进化到另外一种, 啊, 所以从一个古元要进化到的人, 啊, 根本,啊, 如果要相信的话, 你信的不是达尔文, 这个进化论, 啊, 这个, 这个不知道什么, 莫名其妙的进化, 啊, 啊, 这个, 这个跳跃性的, 所以我,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常常跟他人开玩笑, 他问我怎么来的, 他意思是你, 你坐飞机是怎么来的, 那我的说法, 我说我是跳过来的, 啊, 你跳过这个太平洋, 是啊, 不可能, 我说怎么不可能, 你知道吗, 在北, 在这个, 旧金山跟上海之间, 还有夏威夷群岛嘛, 对不对, 嘿嘿嘿, 而且我一跳跳到, 先到了, 这个, 哈罗鲁鲁, 然后呢, 从一个小岛跳到另外一个小岛, 然后我再一跳就跳到上海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 用这个方式解释达尔文的进化论, 是恰恰相反, 所以如果人真是经过这几个主要步骤进化来的话, 这完全不是达尔文的, 而且达尔文说, 如果一个动物的眼睛, 会看着眼睛, 或者一个会飞的翅膀突然出现的话, 我不能接受, 因为他的理论是要见见定的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他说太像神机了, 所以如果突然出一个眼睛, 突然动物爬虫没有翅膀, 突然出来一个翅膀, 他说这个太像神机, 啊, 所以如果你去相信像, 啊, 啊, 他们相信上帝是用这个办法, 用进化的办法去创造人类, 他本身就是一个神机, 根本也不是达尔文,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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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都是, 啊, 其实是, 啊, 信不信有你, 啊, 而且这个是成为他的这个, 啊, 啊, 人生观, 他的这个世界观, 这是他的信仰, 所以, 这个人, 他的进化是一个信仰, 那, 而且, 这个专家们自己的说法, 这是Nature的这个编辑的说法, 啊, 人的话实在时间上相隔太远, 一百万年, 一百万年, 三百万年, 这样跳跃的话, 根本不能用定属先或后代的, 啊, 我们为什么人真的是突然出现呢, 啊, 啊, 而且不能够在科学上直接建立任何直接的祖先的, 所以人类出现是个神机嘛, 科学家都问这些问题, 人出现是不是神机, 啊, 其实, 我的答案是, 当然是神机啊, 就算是, 从猿猴运化来, 也是一个神机,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他这个跳跃, 如果用随机, 啊, 这个物质的改变, 啊, 这个不可能解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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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世人, 现在有最, 大的, 最糟糕的新发现是, 这个是在非洲, 啊, 这个中部沙漠找到的, 这是两个法国人, 他们只找到一套骨头, 但是, 又, 又比较齐全了啊, 那么, 啊, 我们看看大推股, 你说是开始弯了, 是吗, 同意吗, 至少比, 比这个五十万年前的, 北京人要弯了, 是吗, 哦, 那, 那这个为什么成为, 那些进化论的问题呢, 因为, 首先你要, 知道他名字的话, 啊, 他现在定名叫Sahiu Antropos, Antropos是人的意思, Sahiu呢, 就是沙丘, 这个, 这个地方了, 因为是沙漠, 所以我给他翻译沙丘人, 但是问题是, 这个化石是七百万年前的化石, 那, 卢西啊, 这些都是三百万, 两百万, 啊, 这个是七百万, 那, 如果是知道他进化成人的话, 越远的是越不像人才对, 但是这个Sahiu Antropos呢, 最像人, 所以这个东西一出来, 就把前面的东西都打倒了, 啊, 如果要讲进化, 这个才是我们祖先嘛, 对不对, 啊, 所以Nature说, 他打倒目前人类进化的思想, 动摇了进化的基础, 啊, 这个, 哈佛大学的教授说, 他的威力又入一个小核弹, 就把过去的, 啊, 这个理论都打倒了, Nature的这个编辑说, 啊, 本来这个人的进化就是, 遥遥若罪的, 啊, 现在是完全站不住了, 嗯, 所以人从哪里来, 科学没有见尽的证据, 啊, 有很多的学说了, 啊, 其实这个都是信不信用你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过去信, 我告诉你, 这个你是信而已, 并不是, 啊, 科学证明了什么东西, 啊, 啊, 好, 那么,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还给你们多一点,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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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样吧, 我就跳跃一下, 啊, 我本来想, 下面一个例子呢, 是讲, 这个, 动物是怎么来的, 那我刚才讲了这个, 这个人类来源的科学证据,啊, 啊, 那么下面, 本来我也是要讲的是, 我们中国科学家最大的发现,啊, 这个叫动物大爆炸, 那我就选一两个, 啊, 图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啊, 这是二十世纪科学上最大的发现,啊, 啊, 这叫寒武器动物大爆炸, 啊, 啊, 这个时代周报说是, The Evolutions Big Bang, 进化的大爆炸, 啊, 进化如果大爆炸, 就绝对不是达尔文那套,啊, 啊, 啊, 而且现在我们知道所有, 这个,啊, 海洋动物不同的种类, 啊, 都是突然出现的,啊, 啊, 我现在只要, 就简单的用, 啊, 这样的一个图吧, 嗯, 嗯, 那过去呢, 我们说这动物就要渐渐进化, 的话呢, 是用棵树,啊, 去表示它,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 如果所有的动物不同的种类, 比如说虾蟹啦,啊, 啊, 海星海胆啦,啊, 啊, 啊, 这个包括脊椎动物的人,啊, 这个这个鱼啦,啊, 都是在寒武器几乎同时出现的话, 我们就画右边这个图,啊, 这个图呢, 可以说是进化草, 跟这个进化素质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们再看看美, 嗯, 这个中国, 得到我们中国国家,啊, 自然科学一等奖的, 啊, 这个科学家,啊, 他画的图, 左边呢, 这个蓝色的, 他说传统的观念, 进化要这样进, 对不对, 但是他自己研究的结果, 把这个花瓶倒过来, 变成黄色的, 啊, 就是动物最早的时候, 不算是突然出现, 而且出现的时候, 类型比现在还要多,啊, 我们怎么算呢, 是用动物门算, 那在最早的时候, 动物一出现就有五十多个动物门, 现在有多少呢, 现在只有三十七八,啊, 那所以动物和种类越来越少,啊, 所以现在还能画这个进化素呢, 不能画, 所以在最近我在中国演讲的时候, 我就比较尖锐一点, 我说, 如果你现在还画这个图, 只有两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你如果在课本里好, 文章里好, 在画, 或者是谈这个物种进化, 是用树的模式的话, 第一, 可能性呢, 你是无知, 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也说, 1995年开始,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啊, 如果你作为一个专家还讲这个, 啊, 你就是无知, 对不对, 但如果你不是无知,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也故意的误导, 对吗, 但是你知道, 现在很多课本里面还是画这个的, 啊, 还是画这个,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替, 有一天早上打电话, 从北京打电话到金星山来给我, 他说, 前老师, 我已经改了很多了, 他, 他的确, 这个课本里改了很多, 不过很可惜, 啊, 这个, 啊, 他那个, 那个计划术还在里面, 那另外一个讨论呢, 既然如果动物都是突然出现的话, 那, 达尔文当时其实他也知道, 他就是, 达尔文就说, 你到更古老, 更底下的石层里面, 他说你一定可以找到很多, 支持我的证据, 他的意思就是说, 寒武剂以后没有动物进化的话, 寒武剂以前也肯定要有了吧, 那问题是什么, 我, 我, 我找过了所有这个科学的文献, 我也到中国的, 各地华中华南华北考察过, 啊, 没有, 啊, 这个, 这个寒武剂以前是没有, 啊, 这个动物, 啊, 这个进化, 根本没有动物, 啊, 所以呢, 这个现在要画这个进化, 只能画出这样的东西来, 那如果你去找一找, 啊, 英文的课本的话, 这个是古生物学的课本, 几十年前他们已经这样画的, 那所有的不同的雏形代表不同的, 啊, 动物, 啊, 这个这个类别, 比如说这个喇叭是代表软体动物, 啊, 我知道时间快了, 那有, 有一个这个, 啊, 有什么是有, 有几个, 比如说这个是讲到, 啊, 这个海绵的例外, 那我们中国科学家知不知道, 知道, 这是一九五十年代, 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画的, 所有的动物, 都是从寒武剂开始的, 这个是半个世纪以前, 啊, 我们中国的, 这个, 专家都知道的, 啊, 所以, 最后的结论, 简单的说一下, 啊, 从这个动物大爆炸来看, 啊, 我们发现是有五十多门的动物, 是突然出现的, 啊, 而且呢, 是从门而下, 就是先有动物门, 啊, 然后, 现在呢, 才有这个更多的种, 啊, 最初发现的只有四条鱼, 啊, 现在海里面, 就几千人种不同的鱼, 啊, 而且门与门之间是有间距的, 就是, 虾蟹没有变成海星海胆, 海星海胆也会变成鱼, 啊, 这些动物都是独立突然出现, 所以各种其类是没有错的, 而且生物呢, 啊, 除了这个有渐渐改变, 这个, 不可否认之外, 但是改变是有限的, 啊, 生物之间的关系, 大跃进反而是, 啊, 是更重要的一个, 好了, 对不起,啊, 我这个, 我准备了太多, 但是希望至少, 啊, 我跟大家讲的,啊, 这个,啊, 啊, 啊, 很大的安慰, 啊, 那无论如何,啊, 这个进化论也没有完成错呢, 那也没有完成错,啊, 啊, 在小范围是可以, 我们叫微进化, 那, 那, 在广进化呢, 啊, 没有证据, 这个最多说是一个假说,啊, 啊, 或者是一个理论而已,啊, 啊, 啊, 所以如果你真正,啊, 有兴趣研究这个, 这个,啊, 科学的话,啊, 你就不会被,啊, 一般的媒体, 一般的课本去,啊, 去,啊, 迷惑, 因为里面太多的误导,啊, 啊, 最后,啊, 用一个,啊, 这个人叫Anthony Flu,啊, 啊, 他是英国,啊, 一个最有名的,啊, 这个, 啊, 哲学教授, 他是全世界,啊, 这个, 这个无神论的, 这个哲学家中,啊, 这个最, 领先的一个人, 啊, 但是当他晚年, 他写一本书叫There is no God, 不过后来写, 书还没成之后, 之前呢, 他就把这个No字画掉了, 啊, 他就写There is a God,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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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为什么呢, 他说生命的起源和大自然的复杂, 唯一好的解释是有一个超然的智能,啊, 啊, 他是成了,啊, 这个有神论, 但是他没有接受他父亲的信仰, 他父亲是一个牧师,啊, 很可惜,啊, 啊, 啊, 但是至少他从科学看到,啊, 和最好的解释, 是有一个超然的智能,啊, 那所以我们说科学是可以指向有神, 科学没有证明, 也不可能证明, 如果能够证明的那个就不是上帝,啊, 我们相信的上帝是不是科学能证明的问题,啊, 啊, 对不起,啊, 那我就停在这儿, 那如果有愿意问,啊, 一些问题的,啊, 我们可以,啊, 用以下的时间,啊,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可以讨论,啊, 啊, 好,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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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